《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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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說了這麼久 無論如何都要說主角 劉英詩 劉英詩在《詞曲》出版社 他發演什麼角色 其實他原本只不過是一個 叫做投稿人士 即是去寫稿 想去為一些外拜 因為始終在一個 五十年代初的時期 一些的讀書人 沒有說有這麼多的出落 他們就想想 究竟可以怎樣 在讀書的同時 可以找到多些外拜 其中一個就是 他們去寫稿 寫稿的話 就要投稿給 《自由陣線》 那時候的《自由出版社》 總編集張寶欣一看 這個文章不得了 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才 於是就約余英詩出來 去見面 看看有沒有一些合作的機會 他們兩個一談之下 一談即合 找了張貝恩先生 找了余英詩先生 來做《自由陣線》的編輯 編了一個叫做文化的專欄 其實當時這個文化專欄 其實不是說他們去寫很多東西 或者有很大的堅固 大約只是佔半版左右 然後余英詩先生 就寫其中之一格 大約是一千字左右 在這一格入面 包羅萬有很多不同的傳統文化 或者去表達一些當時比較新潮的思想 例如說一些自由的精神 民主的制度 在那時候 這個叫做《青年專欄》 就是這樣而形成 在那時候 余英詩先生 也在他的回憶網上講過 怎樣來往這個印刷廠 和在他居住的大坎村 因為他在這個自由出版社 他有一個印刷廠 就叫做田宮印刷廠 在香港島那邊 而他居住的大坎村 那時候不是有海底隧道嗎 那究竟要怎樣來往這兩地呢 因為他要去負責編輯的工作 他要去教稿 一去教稿 就要教稿去到很晚的時間 大約是去到十二點開岸 在這些這樣的時間 糟了又沒有船 要靠一些什麼的 去回家 嘩啦嘩啦 一些以前我們叫做 電動的一些船隻 來往香港島 和去到九龍那邊 然後才可以 凌晨一兩點 才可以回家 他自己 即袁英時先生 就會覺得 這是一種很大的樂趣 因為他一來可以在學 二來的話 亦都可以接觸他在學的同時 一些相近的知識 例如可能接觸一些年輕人 講一些文化制度 文化思想 或者可能新潮一些的 民主制度 其實在這些情況 就形成了一種分圖的作用 去給余英時先生 了解究竟年輕人 想什麼 他們同時間 他們有沒有一些相近的理想 於是他們就開始 這樣做一個專欄 形成了大約在1952年的時候 就有這個自由陣線的其中一步困難 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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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後來的話呢 差不多去到1952年中期的時候 那時候就畢業了 在畢業的同時呢 他就開始去接觸到 有很多的年輕人 開始有其他的組織 其他的出版社 來去想想 有沒有辦法 可以是搞一些 叫做青年人的報刊呢? 於是他就開始接觸到 有另外一個出版社 就是叫做友聯出版社 他們即將呢 就會出版一份 叫做中國學生奏報 講到友聯出版社 這個故事長了 那我們就先玩一聽 我們留一點時間 待會再講友聯出版社 我們可以學校的 分享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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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